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啊 涌出诸多汉匪 这些人目无法迹 从事各种犯罪勾当 有一位啊 最嚣张的汉匪 在被捕还不知悔改 在法庭上声称 要将北京闹个底抄天 并请求法官判其死刑 他就是解救吴先生中 绑匪的原性人物 王丽华 他呀 有个外号 叫他叫蜂柔 不仅是丧心病狂 更是他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 九岁当老大 十二岁逼迫父母离婚 购买上百只重锋枪 准备抢劫国库 为不影响自己作案 欲望亲手杀死母亲 这些看似电影的小段 都是发生在王丽华身下的 那他是怎么样 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呢 王丽华出生于北京 父母都在单位上班 家境还算富裕 他上边还有一个姐姐 一家四口过得还算幸福 由于他的年龄最小 又是个男孩 一家人啊 对他宠溺我家 所以小小年纪就培养出 王丽华一颗想当大哥的心 上学后啊 王丽华唯我独尊的感觉没有了 这令他很哭闹 后来他发现 通过给同学买零食 或者一些小人小会 就可以成为孩子王 之后啊 他就常常用钱 去收买身边的小朋友 为了这份虚荣 他先是花惯了自己的压岁钱 不够用了 就开始从父母那里骗偷 父母发现后 家里啊 便不再放钱财 王丽华就把目光盯向同学 老师的钱包 十二岁那年 因偷盗被老师发现后 告诉了王丽华的父亲 父亲对他痛打一顿 他选择离家出走 母亲为了让他回家 答应王丽华提出的 让父母离婚的要求 母亲就这样带着他和姐姐搬走了 少了父亲的约束后啊 王丽华更加为所欲为 在发现母亲的工资 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虚荣心后 就开始在社会上行窃 邻居周围的商店 都是他的目标 小小年纪的王丽华 就成了派出所的常客 最夸张的时候啊 一天进过五次派出所 但因为年龄太小 一番说服教育后 就被释放了 小学毕业后 没有学校愿意收留这种 劣迹斑斑的学生 母亲啊 只能把他送进公读学校 公读学校 是一种特殊教育学校 魏婉就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青少年开办的学校 但在这儿啊 并没有改掉王丽华的贼性 他依旧不安分 开始和社会不良人士鬼混 学到了很多犯罪手段 95年 17岁的王丽华因持刀抢劫 被警方逮捕 这次啊 他被判处 九年有期徒刑 监狱的改造生活 依旧没有让王丽华改席归正 反而认为 是社会带他不公 案发室出役后 要轰轰烈烈地干一些大事 02年 王丽华因为积极 被提前释放 他开始策划在狱中的计划 抢劫国库 这计划的第一步 竟是先杀掉母亲 因为怕母亲会成为 自己干大事的拖累 但最终面对有养育针的母亲啊 终究是没下的叙手 03年 王丽华离开家 和几个要好的同伙 前往河北 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计划 寻枪 刚开始啊 他只在老恋人手里 买了一些普通猎枪 之后觉得 这些装备啊 不好用 又前往云南 订过了180支枪 手枪 冲锋枪 以及手榴弹啊 是因无尽有 这个时候啊 他对这些装备 还不满足 疯狂的王丽华 一直梦想着 自己的团伙 全部手持 致使步枪 和自己一起做大事 不过啊 这需要大量的金钱 来支撑自己的野心 王丽华呢 把目光描向了富人 开始绑架富豪 做起了和知名汉匪 张子强 类似的勾当 不过啊 他的做法 是更加丧心病狂 用他的话说 看到任何有钱的人 就想绑 刚开始啊 他绑架一个富豪的儿子 在顺利拿到 300万赎金后 没我讲江湖道义 直接撕票 一星期后啊 赌金被王丽华 吃喝嫖赌挥霍掉 竟然还往被害人家里 打电话 再次索100万 理由是 可以告诉埋尸地点 随后 又策划起第二起绑架案 目标是第一个 已经被撕票的弟弟 但最终啊 没有成功 最后一个绑架的目标 就是解救吴先生的原型人物 吴若福 这次绑架啊 被警方23小时侦破 并成功解救人质 将其抓获 电影基本还原当时70%的 真实绑架场景 但现实中 王丽华的首选目标 并不是吴若福 而是和他有同样车辆的张铁林 2005年9月啊 王丽华被知情枪决 结束了自己 罪恶深重的一生